新北市工会行善团又有个新团体加入了 由新北市创意压花工会带头 行善团一行人来到了弱势青年中心 和同学们一起进行艺术交流 希望可以透过手工艺的创作 来陶冶这群青少年朋友的心灵 新北市工会行善团 这一次由创意压花工会带头 前往民间社府机构与这里的青少年们 进行艺术创作 希望可以透过艺术的力量 陶冶青少年的心灵 进而改变他们的心态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响应 新北市市政府劳工局 来办理行战工会行善团 来为这些育幼院还是一些 像他们这边是有一些 装作是那种来给他们裁衣交协 压花工会表示很感谢 这次由新北市劳工局所发起的行善团 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接触 这些需要帮助的弱势团体 也可以将压花艺术传承下去 最重要的是可以借由艺术创作 潜移默化行为偏差的青少年 让他们可以回到正规 我们就是让小朋友 像我们第一次做的书签很简单 那那个花财呢 让他觉得每个人很快就做个五六个 他们觉得说很快 那今天呢 我们用不同的卡片的表现方式 他的不一样 那小朋友在做的时候就觉得说 没有那么简单了 那为什么 那其实在我们其实做程中 就是希望培养小孩子的一个耐心 耐力 因为小孩子总是比较浮躁 那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之前也有去教导老人家 是算说 没事做的 太险的 有的毛病很多 我跟他讲说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放松心情 做鸭花 呈现你的成品 作品 毛病就会减少 他问我说 怎么会这样 我说会啊 你会欣赏你的作品啊 所以毛病就会减少 身体就会强壮吗 透过腰可以给这些小朋友 他们身心比较健康 给他们慢慢的养成 像有一些 尤其我们这次来教那个中修生 他们心态比较 可是我们用腰花的才艺 给他们慢慢的养成 好的习惯 给他们脾气不会太爆累一点 劳工局表示 工会行善团一直持续来为 新北市各地区的弱势团体服务 未来预计以区里为单位 协请里长提报辖区内 弱势族群至定点 接受工会行善服务 劳工局希望更多职业工会 响应行善团 透过专业技能帮助弱势族群 把行善变成一种习惯 建峰强事务上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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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